說到應該要被定罪 然後應該要負出責任的人 全美國、全世界 沒有一個人犯的罪比這個人更糟糕 這個人很會躲 共和黨又是一個很容易分心的政黨 好像小孩子在路上走路 然後看到一隻蝴蝶就跟著跑的一群人一樣 共和黨最應該專注捕捉的罪人 就是利用政府的官僚 打亂全世界的秩序、經濟 促成通貨膨脹 資助中國武漢病毒實驗室 然後造成選舉舞弊的人 Dr. Fauci 這個人無能、無恥 而且破壞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人生 他現在宣布要退休了 我們應該要全力的調查這個人 把這個人神之以法 好處是 我們還是有一些人願意為了正義而發聲 共和黨的參議員Rand Paul發推文說 福奇的退休無法避免對於疫情的源頭的徹底調查 任何他參與在病毒外洩的可能 他都會被請來宣誓 而且作證 這個是必要的 這個人讓成千上萬的人失去工作 成千上萬的公司倒閉 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他做的事情一定要被調查 Rand Paul對於Falci這個人追得死死的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在參議院裡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數據 還有證據來證明 Dr. Fauci在說謊 在犯罪 在為了左派的議程出來欺騙美國人 現在 CDC出來證明說 COVID沒什麼可怕的 就是普通感冒 不用隔離 也不用關閉什麼商店 甚至不用打疫苗 但是 過去這兩年半 三年 這個人使用這個病毒 關閉了教會 讓老人院的阿嬤 一個人孤單的死掉 關閉學校 但是 賣大麻的可以繼續開 脫衣舞廳還可以繼續營業 你的小孩不能去公園玩 但是BOM的暴動 可以每天擠在一起打砸牆 這個人濫用職權 毀了世界上好多人的生活 現在他出來說 沒有啊 我從來就沒有說 要關閉任何東西啊 有些公司 做了不同的決定 比醫院的計劃 例如 教育關閉 他們沒有看到 小孩的病毒 關閉 接著 學校 關閉 現在看到 學校的學習失敗 小孩 健康危機 我問你 你會推薦 關閉 學校 再次進行 再次進行 OK,这是他其中一个说法 我们来看他另外一个说法 来自同一个人,Dr. Fauci? Your reaction to Rand Paul and others saying they're going to investigate you if they take power? Well, there's no reason to do that but if they want to go ahead My records are an open book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ings that are really bizarre, John Like crimes against democracy By shutting down the government All I have ever done And go back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Was to recommend common sense good CDC recommended public health policies That have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If you want to investigate for me For that, go ahead 是的,这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人 要宣布要闭门锁国 然后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来逼迫人民就范 现在,他说这些事情都没发生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跑不了 他会被定罪 我希望这次其中选举 共和党会拿下众议员 拿下参议员 然后在这个人身上 执行正义 当正义不被执行的时候 暴政就会变得越来越猖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